同学还是有上过课 因为我大概查了一下 至少有9个同学是从入门班上来 但是有大部分同学是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会知道 有这个课程 而且就来报名了 那我也蛮惊讶的 其实这方面课程 这个受欢迎程度 其实也超乎我预期 因为像这种课程 其实是要写程式的 写程式的话 如果说你 没有相对应的概念的话 或者是你要有个决心 不然的话学好 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不过你现在也没办法 你不学也不行 因为你不学 未来你在职场上 真的很难混 真的 太多资料 你需要怎么样 很快的把它解决掉 不然你后面就没办法做了 那谁帮你做 你总不能有个助理 帮你慢慢做吧 那助理的效率还是人 你还是需要怎么样 写点东西快速把它解决掉 而且这样的案例 只会变多不会变少 所以未来 像目前107年课纲 教育部也直接把程式设计纳进来了 也就是国中跟高中生 程式设计列为必修 而且现在很多大学 像台大原制 就直接把非资讯科系 程式设计列为必修 而且是列为毕业一定要修 那两学分必修 所以也就是 不是只有资讯科系的人 要学程式设计 应该是 好像以后变成人都要学了 不过 主要部的这样的策略 其实政策也其实是正确了 为什么 因为台湾未来 如果不能够把握下一次的 这个工业4.0的这个契机 可能你未来台湾 其实还有什么可以跟别人竞争的 这部分的话 稍微跟各位提一下 那大家比较有兴趣的部分 第一个是 以色友当资料库与查询系统的建立 OK 这部分第一个 所以这后面我们会提到 那除了当然 你可以把以色友当资料库来用之外 其实也可以把以色友跟其他资料库做连接部分 我也会提到 但是还是有点难度 因为第一个你要有资料库的概念 如果你没有资料库相关的概念的话 可能还是要找相关书籍 稍微了解一下什么叫资料库 资料库的相关的基本的概念 比如说正规化 栏位啦 栏位的概念 资料库 资料表 栏位 还有栏位形态 另外的话 像现在有观念式资料库 可能观念来观念去 可能有一些资料在外面 你要怎么把它查进来 所以在以色友里面有V2个按数 其实就是利用 有点像观念式资料库 把资料查回来 概念其实是相似的 那也就是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拿来当资料库 但是它的效率又没有资料库来的好 而且会有比数上的限制 因为它最多就是一个工作表是最多是100多万 1048576啦 100大概比的限制 不过呢 其实你说100万比不够吗 其实对一般来说也绰绰有余了 如果是个人或者是小型的部门 小型的公司 其实倒不如就直接拿以色友当资料库就好了 一劳永逸 你又不用去买什么SS 又不用再去买什么MSC 或者是其他的资料库 OK那这个我想我们后面会提到这相关的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呢 大家对于那个输入自动化与资料 还是资料库 然后大家对资料库好像特别感兴趣 不过资料库难度其实还比较稍微高一些些 另外的话呢 VBA跟大数据相关处理 就我刚刚提的 所以大家好像对相关讯息 也许我们有些案例如果提到的话 顺便讲一下什么叫大数据 如果其实你们每天应该有接触过 就是说VBA跟大数据的应用 有没有什么样直接关联性 那再来的话工作表合并 并且汇出到资料库 又是资料库OK 所以大家好像对资料库的需求好像比较大 那工作表合并当然很简单 一件比如说你有100个工作表 全部变成一个总表 怎么把它合并 那后面其实还会提到的 其实你会发现资料的处理 要不就是分分合合 把它合并完之后 可能又要再把它分出去 再去抓里面的某部分的资料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后面上课的重点 如何做合并如何做分割 那合并的话呢 其实你的资料可能在不同的工作表 也有可能在同一个工作表 同一个工作表就范围 范围的合并 有没有范围的分割 或者是一栏分成三栏 三栏分成一栏 反正不外乎就分来分去吧 那如果你这些都能够很快的 甚至一键完成所有动作 那你的事情效率一定会比别人高上许多 那要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方法很多 你也可以用内键函数 可是内键函数有很多是做不到的 所以才会需要用到VBA 那其实你会想说那为什么要学VBA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eSale里面函数很多是办不到的 那办不到的话就需要用 那另外还有一个即便可以办得到 但是也很麻烦 而且是非常麻烦 光做一个函数可以做到 可是你光下那个公式 哇下一串 而且呢最后还要执行正列 Ctrl Shift加Enter才可以 哇那光那一串 而且要能够正确 其实是相当的复杂 倒不如写VBA还比较简单 相对的啦 OK 所以这个大概了解一下大家学习需求 然后还有什么 火焰布就eSale 如果你有大量的火焰布就eSale 再一个资料夹 你希望怎么样 把这些里面的工作表 全部合并在同一个eSale档案 我想工作里面应该会遇到类似的状况 有没有很多个档案 按个按键 全部都合并在一起了 然后呢再按一个按键 全部又分开了 有没有 比如说呢你希望给各部门 各部门你就不能给全公司的东西全部给每个部门 所以你要把它分开来 按照部门 对不对 等到全部回来之后呢 他又各部门回来的 那你要怎么样 你要给总经理给董事长看 你总不可能分很多档给他 你自己开你自己开 他开一边开一边骂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要怎么样 合并之后给他 而且最精简的东西给他 对不对 那当然你要先做一个处理啊 那你的价值就在这里啊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法 按一个按键 做完了 按一个按键 又做完了 所以你每天的工作 就按按键就好了 对不对 真的像我一些学员 学完之后呢 真的他很快把它用在工作里面 那他可以看到就是他每天工作都非常惬意 常常还会跟我MSA一下 说老师最近怎么样啊 然后我说你这么闲喔 他说对啊 最近因为学完VBA之后 每天到下班的时候 才把那个按键按下去 然后再给老板 这样他事情就结束了 然后他就常常就说 老师我到底应该是要 要不要跳槽 因为我觉得这个公司跟主管谈过了 他也帮我 就promote到另外一个部门 可是薪水没有加很多 那对于我 他会觉得说好像薪水没办法满足 他问我要不要跳槽 那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啊 不过你如果一直跳槽 其实你的机会会变多 而且你不同行业的那个 学习的东西又不一样 如果你每个行业别人 你都可以学会的话 那相对的你的竞争力也会提升 我说没关系 你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又跳槽嘛 对不对 所以你用下班时间去interview也OK 像我刚刚在那个咖啡厅也是遇到 旁边就在interview 那那个人他本身他已经在上班了 OK 他是下班之后才interview 那当然前提是你必须要有 足够的专业技能 那目前呢 在很多行业别 已经把VBA列为必要的专长 像保险业我知道 已经把那个VBA列为必要的一个技能了 如果你不会VBA 恐怕你要进保险业 就是一个问题了 OK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很多行业都这样 我觉得很有可能 什么时候不知道 只是会越来越多 OK 好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大家学习的需求 为什么要学 想借由学习提高效率最多 OK 那刚好有业务当上的需求 OK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门课我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这门课 我们就是办公室提高效率 能够提高多少效率 其实当然 我觉得这个是 还是 要看你们后面的努力啦 每个人 你只要愿意花时间 我相信 应该都可以得到 那个感觉 你会发现 哇 越来越有感觉 那 首先的话 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专场 其实就在城市设计这个领域啦 当然不是城市设计 其实我教城设计 已经教了 应该有差不多快20年了 我的城市撰写的经验 也大概超过20年了 那城市撰写 其实对我来说 其实也是一种兴趣 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为什么 因为只要 用电脑解决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 我一定写一个城市 不管写什么城市 重复性的工作 非常的在行 而且 他不会做错 另外呢 他不会疲劳 人会不会 你重复做几件 事情之后 你就开始累了 然后呢 眼神开始患散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 我觉得啦 用电脑的 长处 而不是呢 你变成 一直被电脑 就是被电脑的这些问题 给追着跑 OK 那我的专程 反正就成是 其实你要找到我很简单 Google 吴老师 前面几个连结都是我的 可能很多的关键字 也都很容易找到我啦 因为我 还蛮经常在分享一些东西的 像写部落格文也写了一堆了 但只是最近好像比较懒一点 比较没写 最近 比较 会想到健康 健康可能比较重要 因为有时候不做太久啊 真的 尤其是颈椎啊 手啊 都有可能发生问题 所以现在 经常会 有时间就去运动 不然也变胖了 最近 应该会 会再瘦一点 所以你们在 期末的时候 应该看到我至少 我的目标 应该至少要瘦个五公斤吧 好 不过 是 因为讲出来 比较容易实现 因为 大家会看 老师 你最近怎么 真的变瘦了 对 ok 好 夏天我 我习惯就是会 会 那个 那我除了以前有VBA之外 我现在 APP APP开发了 ok 那最近的话呢 这上一期课程 突然下课的时候 承办人给我一个 给一个这东西 由我们这边颁给我的 叫卓越贡献教师 好的一个奖项 ok 然后 这些锦上添花了 那我这方面的教学经验 其实还算丰富了 目前开课的地方非常的多 而且还应接不暇 ok 所以大概有这些 像附近的好几个学校 其实能开的地方都开了 所以呢 我能够腾出的课程的时间 也都基本上都被占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 我的经历大概是这些了 那我当然不是只有在学校 学校里面目前也有接一些课了 不过 不是只是单纯讲理论 我还是比较强调是实作的部分 所以在学校里面常常鼓励学生 一定要能够在实际上面的东西 要能够给人家看到 那这个大概看一下 那里面的话 YouTube这也放五百多万次了 ok 那另外的话呢 曾经担任过那个 某电脑公司的执行长 然后也得了那个一个 叫杰出创业楷模的奖项 ok 所以应该 我想会给我们这个奖 应该是 还是因为我们有做了一些事 其实就是 因为你创业嘛 你要成功的话 一定要节省成本 在最少的人力底下呢 能够用最高的效率做出事情来 那怎么做 所有事情都可能要 用写程式来解决 那你写完成次之后啊 那个人就不需要了 ok 所以以前 反而创业呢 带给我很大的 这个经验累积啦 为什么因为 所有东西都要写程式 那我要怎么办呢 只要看到那个问题 我要马上把程式写出来 然后马上可以上线 马上可以walk 所以你要不要 我随时 但是很辛苦啦 不过感觉其实还蛮好的 从这里面收获最大 就是不断的在挑战自己 ok 所以来自上这个课 其实也是经验分享 ok好 好 那再来的话 我的证照也是一堆啦 我证照超过30张 以色尔方面的证照也一定有啦 还有像office系列 所以反正好 那时候很积极啊 没事就考证照 而且之前还教过像 autocad这些课程 不过现在已经不教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那么多力气了 太多了 还是有留一些课给别的老师教啦 那再来的话呢 我的youtube频道 那当然我觉得也还蛮有趣的是 我很有 蛮喜欢分享的 所以我把影片上课影片放在youtube上 发现看的人还蛮多的 而且我订阅人数超过一万五千人 现在才一万 这边看到一万两千人 我应该超过了 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 Google每个月也会付我一些费用 我想说挂了广告看看 真的每个月都会付美金哦 而且金额还不少 你看这个金额 那之前就有同学说 各十百千万 其实没有 这边一个小数点 那可是小数点还蛮多的啊 你看哦 这个是美金哦 不是NT dollars 是US dollars US dollars 其实也不算少了 所以有时候出国旅游的旅费啊 其实Google贊助都足足绰缩有余了 只是剩下就没有时间 最近想说 哎呀去哪边玩 对就想要空出一点时间 可是一直排不出时间哦 然后呢 因为这样的关系哦 那个也帮忙设计一些证照 所以考试之类的 那再来的话有关参考用书啊 我是建议啦 如果因为 满多同学 函数如果不行的话 一定要找一些 我之前上一期的课呢 是用这一本书当成我们的上课的参考用书 里面有468招 实际上就是468个范例 那如果你可以把这468个范例 全部都花时间解决的话 我相信呢 你在各种Excel的那种函数应用 应该都没有问题了 因为Excel里面大概250几个函数 250几个不见得每个都派得上用场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问题 可能要用到某一个函数 你要能够马上可以用上哦 不然的话呢 你问题没办法解决 再不然你如果不会用那个函数 你可能要土法链钢 OK 土法链钢跟用函数 函数还是比较快 OK那如果没有才会想到用VBA 可是如果你连VBA能力都没有 那当然你不用讲了 所以这本书里面虽然有函数 可是我还是会在后面补充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用函数怎么解决 问题 如果我今天不用函数 我用VBA怎么解决 OK 一样的问题 有两种的解法 OK 那也就是你可以很清楚说 函数这样解 VBA可以这样转换 所以以后的话 你即便就是你会用函数 但是你不会写VBA的话 你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方式可以转换 然后它有分成九类的函数 九类分成九大类 然后有兴趣同学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另外的话呢 像相关的书籍 像这个是奇标的 两本这个 这个是入门 这个是进阶 那不过这些书籍的缺点 就是比较理论 想了很多 但是里面的实作很少 而且很多同学看完之后 真的要自己打 还不知道怎么打出来 其实都看得懂 为什么 因为书里面都有画面给你看 哦 做完了 但是呢 从 开始动手 到做出来 原来是这么遥远的距离 因为真的太抽象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书 理论的部分呢 请各位花一点时间自己补足 那我会教各位的比较多的是 怎么把它做出来 重点应该是做出来 而不是教你怎么做 很多书都有教你怎么做 但是你做不出来 对不对 像很多人买了一堆书 还拿来给我看 老师这本书适不适合我看 我看完之后 我都说 这本书比较适合我 所以他说 好吧 老师这本书送给你好了 对 后来我当然就很累 像这本书 这本书 我本来没有买 我在书店有看 然后后来有个同学 就拿这本书来给我看 我就回答他 他后来真的就把这本书送给我了 所以我有这本书 我这本书是因为真的那个同学送给我的 OK 那 因为他说他看了半天 他只有翻来几页之后 然后也试作了 但做不出来 所以他觉得说 好吧老师那本书送给你好了 那其他的话还有像什么 像这些入门书 一点都不难 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那这本书写的还蛮千显易懂的 那再来这本书好像绝版的就算了 那另外还有跟资料库有关 这本书是跟 这本书是日本人写的 我是觉得写的也还不错 可是呢 如果你要把这里面的书 全部看完之后再开始做 你会发现你也做不出来 而且他程式其实非常的复杂 那我们的课程里面会提到 那我觉得还是帮各位做 怎么样跟资料库连结的这个部分 那我里面会提到一些 精简版 还有呢 绝对做得出来的范本 反正你只要怎么样 会Ctrl C 贴到Ctrl V 贴到你应该贴的位置上 然后修改一下 就一定可以work ok 那这个东西的话 后面都会提供给各位 因为我觉得 如果叫你自己看书 学到会 那你就不用来上课了 ok 所以比较精简 底下有一些技法 另外的话呢 我们上课 会有一本上课用书 而且是直接帮各位购买好 下个礼拜会给各位 就是这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编的还不错 而且还蛮新的 现在很喜欢 书里面都一定要什么 陈氏菜鸟 什么也能拿来即用的 esail 一定要写的很那种夸张 ok 怎么可能 如果给你 然后你下个礼拜就不用来上课了 是不是 不过我是觉得他这本书好处就是他有200个范例 200个范例都是跟VPL有关系的 实际上呢 他基本上只有四百 40个 只是说一个他把它分成五个 一样类型的范例 那这里面的话有哪一些 那这本书下礼拜会 他也配合2016 带有这些 那可能比较重要的 其实会跟我们课程比较有关 像自动合并多张工作表 然后呢 找出你的资料 其实就查询 然后快速分类吧 然后等等的 就是还有像什么 透过Seql语法控制SS 或者其他这些啦 我想各位有兴趣的话 自己稍微看一下 他其实就是针对什么 某一些案例 帮你设计一个范例 然后如何解决 告诉你程式怎么撰写 也或许啦 我们会里面抓一些 可能比较OK的范例 跟我们课程有关的 但因为他有40个 可能没办法全部都讲完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挑里面 我觉得比较有相关联的 拿来做说明 OK 那这个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问卷跟那个 好那待会的话 我们接下来呢 因为今天第一次上课 那有蛮多同学是选入门的 所以待会 可能我们就 会先到那个 第一个阶段好了 那我把这个云端白板 的云端硬碟 这个上面有个云端白板 那请各位 先帮我找到单元1 拆解 资料的拆解 其实这个资料拆解里面 主要还是在比较简单的 那在我们入门课程里面呢 有提到这个 151这一个 这一题的话 各位还记不记得151 他这一题的话 如果我们简单复习一下 如果说你没有上过的话 第一个你先把它点开来 右上角有个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打开来 那我们会需要做到什么 那如果之前有上过课 我们重点复习一下 这个是答案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说呢 我要用哪一些函数 它的需求很简单 就是帮我把 A欄里面的资料 如果有刮乎 刮乎里面的资料 帮我带过来 有刮乎带过来 那如果没有刮乎呢 就保持空白 OK 那你要怎么做 其实这里的话呢 会用到几个函数呢 第一个fine 第二个med 第三个ifl 如果有错误的发生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当然 稍微看一下 有没有 里面的话这样子 这个就答案了 但我是建议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自己再做过看看 好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 用拖拉一个add up 这个地方 你可以复制一个新的工作表 复制的话呢 是拖拉加Ctrl鍵 放开 把这个改成VBA 那VBA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前一个阶段有提到 VBA至少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呢 是这边加一个按钮 按下之后呢 自动全部 帮你把事情搞定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插入函数里面 会出现一个自定函数 也许叫什么 刮糊自串函数之类的 然后呢 你就给它资料 它一样向下填满 也会自动帮你把事情解决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你根本不需要想用什么函数 自动完成 OK 那这个我想在我们的论文班有提到 我想好像有些同学完全没学过 那不然就做一个复习好了 然后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 我把它稍微再讲一下 OK 那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后面当然还有一些简单题 因为今天算是第一次上课 那其他还有像151 152 或者是153 154 等等我这边上面放的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呢 前面是一个 这个符号表示说它是一个档案 这个练习档 那它的答案在哪里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档案呢 它都会有一个文件 其实这个就是答案了 你把它打开 每一个档案呢 就会有一个相对应的答案 那我刚刚讲的函数 其实就是在这边 这个是示意题 然后里面会用到的 这个完整的公式 其实你可以拆成四个部分 再把它结合在一起 另外呢 VBA在这里 怎么做VBA 程式都在这里 当然呢 如果等一下 有些同学可能打的比较慢 你不如就先复制贴上吧 先至少会work 那我会告诉你怎么写 往后的话呢 写VBA流程大概都一样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